哈哈, 歡迎來到小和夫的世界, 我是小和夫 Hello, 各位師兄, 大家好 又是我小和夫, 和大家一起玩玩具 我們今天玩的玩具就是 就是這一盒 這盒是現在很多人討論的LGEX的God Genwai 我們先看看這盒 這盒是以前的Bord Art 另外這盒是新的, 盒看後的超神人來 旁邊 後面有不同玩法的展示 上面 盒頂上有人仔說明 有什麼人呢? 有人來 有雷電一號 有烈火 還有水龍頭 我們馬上拿出來玩玩 好, 我們現在拿出來 這個就是內容 因為是大型禮盒裝 所以包裝的鋪排 都是有相應的不同 我們就看得到 它的雷電一號 它的主體 它的人仔 就是這裡 有它的配刀 它的配刀 也是有一個電鍋 雷電一號 它的車頭也是 它的飛彈也是 還有什麼呢? 當然有它的漫畫 還有說明書 它現在很精簡 它的漫畫 一張就是 其他就是它的說明書 它的說明書都不同了 就是整合了兩個加起來 好, 我們就看看它的漫畫 這個就是它的漫畫 其實這張圖已經很漂亮 這張圖已經很漂亮 真的已經很漂亮 這張圖有合了體後的能力值 基本上除了速度之外 全部都滿分 嘩, 這麼厲害 我們就可以看看它的漫畫 有些文化的元素 然後這個呢 其實呢 我們看看動畫 在動畫裡面 它也是整天 也有搭載 雷電一號 有這個飛行動作 然後呢 這裡就變身 遇到超巨人 攻擊它們 超巨人 還可以 變隻手出來 捉了 雷電一號 和人來 三個小頭領 因為它是小頭領的關係 而人來也變成頭領 它就可以控制它們的主體 這樣就可以救回它們 反而是三個小頭領 就救回了人來 人來就在這裡 它的變身額 在機裡面 這個就是它的漫畫 好, 我們現在馬上拿它出來 和之前那些對比一下 先看看 我們就逐一架拿出來看看 我們現在呢 首先呢 就拿了這個雷電一號出來看看 這樣呢 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它有一個電導的車頭 另外呢 其實還有的 就是它這雙翼 它以前那隻 舊的雷電一號 它是一個藍色的膠 由紅色 就是一個圖裝 現在它這個就用回紅色的膠 直接 就是那個膠質方面都不同了 它們兩個主要就是這樣的分別 我呢 現在就馬上拿它出來看看 它這裡就不同了 它這裡就變成一些銀色的圖裝 新的那隻EX版 而普通版就是灰色膠 來的 就用回它原裝的顏色 這就是它們的分別 另外呢 對翼這裡也是 我們看到這隻 這隻就是舊版的那隻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它是藍色膠 原本是 整隻翼都是紅色的圖裝 比較容易刮花 當然 其實小和夫這隻小玩 所以就沒有刮花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就拿它來旋轉對比 這一個就是它們的 一個360度的旋轉對比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除了這個電鍋車頭之外 其實它的飛彈 也是做了一個電鍋的處理 現在的新版 剛才說過 對翼就是一個紅色膠 現在就是 它其實都實在了很多 我們會在這個機閒對比 展示給大家看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拿了這個人耐出來 對比一下 好了 我們現在就拿了人耐出來 對比 這一個呢 還是不好 我考考大家 大家看看 知不知哪個打哪個 我不可以猜 究竟這兩個呢 哪個是EX版呢 哪個是普通版呢 即是LG35呢 沒錯 我的右手邊 這一個呢 就是EX版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拖頭 它的窗 就變了透明 其實呢 我們打開它看看 我們打開它看看 其實呢 它現在變了整個 車頭部分 整個都是同一款膠 其實就是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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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一款膠 其實就是 它現在就變了 一個 塗裝 所有東西都變成塗裝 而 LG35 舊款 我們看到 其實呢 它是一個 紅色膠 而它的窗口 只不過是一個 金屬藍色的一個塗裝 史和夫不知道 各位師兄就可以研究一下 透明膠 會不會容易爛些 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史和夫覺得 肯定 如果這樣看 就一定是透明槍 更漂亮 還有它的塗裝 我們看看 不過 鏡頭好像不太清楚 盡量看看 其實 它的塗裝 有一個問題 它這隻 是LG35 它的色水 全部一樣 很歸一 而 我們這隻 LGEX 的 戰懷 其實它中間 這塊不同色 深色 這裏就是它的缺陷 其他 更漂亮 當然 透明藍窗 好 我們現在就拿來 旋轉對比 這就是它們的旋轉對比 基本上 除了拖頭之外 它的貨櫃車身 其實都是一樣 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可以 看看 它們的 再具形態 合了體之後 的一個 旋轉對比 因為它太長 所以 我會做了一個 地台版 讓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 再看一次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 對比一下它的 機械人形態 我又考考大家 究竟 哪一個是LGEX 我知道 大家都明白 一看它的胸口 它這裡 有一個 藍色透明窗 就是一個 LG EX版 這個就是我們 LG35 其實在外型方面 除了胸口之外 就沒有什麼分別 而最重要的 就是 我不知道 是否是小和夫 還是其他師兄 都是怎樣 大家可以反映 它的關節 每一個關節 例如這裡 如果不是 有這個EX版 我不知道 原來這裡 都是假子輪關節 就是這樣 一格格 原來也是 橫的 一格格 這樣也是一格格 我之前這隻 是沒有這些 不是一格格 就是這樣 這裡就有少少 這裡也挺漂亮 但是 向外的關節 就一定不是一格格 其實EX版 感覺到 原來是一格格 另外 這些位置 也是 EX版 是修正過的 它是實很多 那些筍位 我拆開來看看 就是 這裡 這些接合位 它是實很多 還有這一邊也是 裡面的位置 這個位置 是實一點的 你看 這個位置 多實 另外這邊 很明顯實了 另外還有一個位置 是不同的 就是這裡 我們看到 腳跟位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 試試玩一下 這裡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裡 就做多了一塊 少少的東西 凸了出來 灰色的位置 就令到 它完全 是很實 這樣才卡到下去 令到這裡 就不會腳軟 還有 其實 這個位置 大家都一樣 這裡 要伸到它 直 這樣才能站穩 其實 現在要直不掉 這樣就一定站穩 就算是我們舊的 LG35 都站穩 我們又看看 這個位置 你看 完全不需要卡 因為它這裡 就這樣 是平的 所以是不能卡住的 另外這些都比較鬆 就是這些板 這個就是它 它修正了少少 所以其實是 原來它不是沒有工作的 就將它以前的一個 武具 改善了少少 其他大致上都一樣 我們就 不需要 就是做一個 旋轉 轉得多頭暈 哈哈 我們看看 我是用同一個力度 例如 其實它就倒了 但是這一隻 這隻 就好些了 它可以 這樣側 就是這樣 它也不倒了 就是這樣 但是這隻 舊版的就是 這裡 腳跟位置鬆了 它就做不到斜的效果 它怎麼也有少許改善的 好 我們現在就拿雷電一號來對比 好了 我們現在又拿出雷電一號來對比 其實看外型 真的 看不到 只能夠 如果正面 就是看那顆飛彈 一個就是電道 一個就是普通的銀油 而它後面 就最明顯 就是這個就是電道 LG42 這隻 即是舊版的 就是普通的銀色油 就是這樣 另外 其實也作出了某程度的調整 就是那些 關節位 它現在這個位置 就夾得實了 就是這個位置 它之前是很鬆的 其實是 現在這裡 這個筍位 它就 就實了 起碼這樣也不會掉 哈哈哈哈 我現在只是用了這裡 它也不會掉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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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這個位置 因為之前 我們這隻 這個筍位 是很鬆的 其實 我不知道這隻是否一樣 但史羅夫這隻 就肯定是 這個位置 其實這隻 其實這隻 手又鬆鬆的 你看 整隻 總之 就鬆了 這裡 不斷刮一下 就整隻脫掉了 現在那隻 EX版 就改善了這個位置 還有這些位置 EX版 也是實正 這裡 這裡也是 它這隻 我嫌會太實 甚至這些 連動都不動 要很大力才能動 一連動 其他東西 就散了 所以我覺得 它現在這隻 反而是太實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其實都實了 這些就是 它就調教過這些東西 這個其實都很鬆 舊版 舊版 它們的對比就是這樣 主要是關節位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就拿出它的小頭領 看看 我們現在就拿出了 EX版 獨有的兩個小頭領 給大家看看 這兩個究竟是什麼人 我等一下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就再拿出 這個企後 我們再拿出 LG-29 附送的 這個特警號 給大家看看 他們三個就是 超神人來的小頭領 就是這樣 究竟他們是什麼人 現在史和夫 就一隻介紹一下 好 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隻 其實這一隻 就是 第一個出場 它就是特警號 其實他爸爸 就在這個 宇宙研究所 做研究員博士 跟這個漢黑 有一個拍檔的關係 但是因為狂派襲擊 這個基地的時候 令到 特警號的爸爸 現在狀烈犧牲了 亦都將他交給漢黑 來照顧 當然 其實他們之前 已經有一個 好像哥哥和弟弟的關係 所以其實 他就是第一個 就是 加入了這個 博派大家庭 好 接著我們再看看 這個就是水龍頭 其實他也是 在一個島裏的 叫做太子 他就是 以來的島 都是由他管轄 他就可以跟動物溝通 他就有這個技能 他也是受過博派的 恩惠 亦都是 他的島主 就是爸爸 亦都想去城市 學習一下 所以他也是 加入了博派的行列 好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就是烈火 其實他就是一個 法日的混血兒 他爸爸就是 來到日本 開了一個 生物科技會議 他爸爸本身 是一個 生物科學的博士 他也是 因為受過博派的恩惠 所以 也是加入了博派 成為這個小頭領 好 我們現在就 把它變成 機械人的頭部 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旋轉對比的 LG版和EX版有什麼分別 好 我們就看到 EX版主要的外觀 只不過是 他有一個 電鍍的空甲 和他的彈頭 和他的配件 但是 其實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 當然就是那兩隻小頭領 講到那兩隻小頭領 以下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去完成一個 經典場面 好 來到我們 review的押軸時間 我們就請了我們的 神秘嘉賓 來和我們一起 進行一個對比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黑暗殺黑巨人 這隻就是 G1的黑暗殺黑巨人 他就是 作為 Master Force的 最後大佬 我們要怎樣 才能打敗他呢 這個也是 屎和夫 為什麼 要買這一套 LG EX的原因 因為 其實 老實說 我作為 這個 變形金剛的死忠 就真的 沒辦法了 我們一定要還原到 他的場景 所以 我一定要集合到 他們四個 就是分別 就是 人來 特警號 烈火 以及 水龍頭 這樣 就是 他和他打的時候 因為 他不夠打 即是 人來不夠打 因為 大家 都是有 變身手環 所以 有互相呼應 有共鳴的時間 我們現在 將他 同意這個經典 超能量大集合 首先 有 人來 他本來 就是 超能量戰士 會變成 超能量核心 現在就變成 頭領 但是 不會減低 他的能量 我們 先 接著 就是 三個小頭領 分別 就是 烈火 我們就可以打開這裡 坐在裡面 接著 就有我們的 特警號 接著 最後 就是 我們的水龍頭 哇 正是 這個經典 就已經 可以 構成 這個 LGEX 這個 人來的理由 就是 這個 就是 吸引到 屎和夫 這個 經典場面 實在太棒了 好 我們現在 集合了之後 我們 就用我們僅餘的力量 就是 上方 撞到 一個人 他就死了 多厲害 這個 就是我們的經典場面 真的 只有 LGEX 才可以 呈現到 好 我們就 弄起來 黑暗薩 這個 就是 今天的 review 史和夫 對 這個 LGEX 相當 有 高分數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真的改善了 所有 關節的 實正程度 可以還原到 以前的經典場面 所以 史和夫 覺得 作為粉絲 大家 一定要考慮 加入這套 LGEX 好 今天的review 就到這裡了 但是 因為史和夫 太高興了 所以 會送一段 自己剪的 剛才 經典場面 給大家 大家不要走開了 今天的review 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師兄秀大家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跟nehmer 支援 永遠 成功 超大 Parce 多謝 看不看 MASTER BOSS 強烈 MASTER BOSS 今こそ 進め Get on Get on Head on 超人 MASTER BOSS MASTER BOSS MASTER BOSS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屎和夫的世界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歡迎留言給我 當然,如果喜歡本集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叫多些人Subscribe我 因為你們的Subscribe就是我的動力來源 多謝大家 BYE BYE